根据韓联社报道 南韩近来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政府为了即将来到的年底聚会和活动旺季 推出首都圈内禁止五个人或五个人以上聚会的禁令 希望能够阻止疫情继续蔓延 这项限制集会自由的防疫措施预计 从星期二12月22日凌晨开始实施 到明年1月3日结束 范围包括首尔、京畿道和仁川市等 报道还说这项禁令比起防疫响应级别最高的三级重要严格 三级为禁止十个人以及十个人以上聚会 而目前首尔首都圈是处于禁止五十个人 及五十个人以上聚会的2.5级 自此到星期一凌晨零时 南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926宗死亡病例增加了24宗 累计死亡病例到了698宗 属于社区感染的892宗当中 有649宗是来自首都圈 中文字幕作词 杨栋梁 中文字幕作词 杨栋梁 中文字幕作词 杨栋梁